少船头历史场景重现启用典礼盛大举行 少船头是习日搭沟港的药冲 后来因为设立一港口安检索 阻隔了与海的关系 如今33年之久的码头终于开放 更进行了警官再造工程 重新串联英国领事馆少船头及高雄港湾 再现历史风华 高雄市政府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又天心亮脸 28号举办少船头历史场景重现启用典礼 让高雄港历史融入市民生活 众多来宾齐聚以灭海剪彩仪式 象征海陆缝合 少船头位在高雄市古山区 是习日搭口港的药冲 也是高雄港湾进出口中心角色 不过后来高雄港设立了一港口安检索 33年来掩盖了历史场域空间 更切断了与海的关系 如今码头终于开放 让英国领事馆少船头以及高雄港湾重新连结 这一段就文化的意义上面来讲 这是我们高雄人最真实的文化的起源 就它的外衣效果来讲 我认为它是全台湾最具有吸引力的水岸地带 就产业的发展上面来讲 我们更相信这一个水岸以及它后线超过500公顷的 待开发的土地绝对不是只有在台湾 甚至全亚洲找不到这个 这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地带 市府和海巡速 航港局港务公司携手合作 让哨船头历史场景得以再现 而临港水岸廊带成为民众亲近共享的场域 让民众可以用19世纪的历史视角漫步在岸边看见打狗岗 港路新闻聆听杨洪金仪采访报道